112年地假税开征缴纳期限到11月30号 而花联县地方税务局表示 没有收到税单的民众可以向各乡镇事工所申请补发 而缴款方式十分方便多元 使用线上查缴税或行动支付APP 还有机会可以抽到千元礼券 提醒民众记得在期限内完成缴款 112年地假税11月份开征缴纳期限到11月30 花联县地方税务局表示 没有收到税单的民众可以向各乡镇事工所申请补发 缴款方式十分多元方便 使用线上查缴税或者是行动支付APP 还有机会可以抽到千元礼券 116年地假税要开征了 缴纳期限是在11月1号起至11月30日 那我们请大家在这个期限内缴纳 避免就是加征支纳金这样子 然后如果有未收到或者是仪式缴款书的话 可以就近到税务局或玉旅分局 还有就是各乡镇市公所补发缴款书 本局的缴纳方式是有多元的缴纳管道 那可以到金融机构或者是便利超商 或者是用ATM缴税 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们一化缴税的管道部分的话 就是线上查缴税或者是行动支付APP 扫描缴款书的QR Code 那我们可以用这两个方式缴纳的话 我们可以参加我们本局的抽奖活动 花莲县地方税务局提醒民众 记得在11月30号前完成缴款 以免与其被加征支纳金 有任何地价税的疑问 可以向地方税务局来查询 介络会幻市报道